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从8月5号之后 在香港的抗争的概念就完全改变了 8月5号是当时讲大罢工 那大罢工本身呢 应该坦白说并没有那么 就是他想象中的人数出来 也正是因为没有想象出的人数的这种到位 也就变成了警察本身呢 香港警察就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他这种浑身的解数就是完全复制了 中共政法委系统国安系统的那种 生命恶的一个成分背景之下 完全是邪恶的生命背景之下所采取的手段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恶不作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恶不作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而这种恶的做法呢 包括欺骗 包括这种欺骗的概念 上升到自己扮演这个 所谓抗议者 自己扮演所谓的抗议者 然后挑起这个警察跟 抗议者之间的这种故事 早在7月1号冲击立法会的时候 我们节目中就说了 那个最一开始那个人是谁 最一开始那个人是谁 这是我们从7月1号一直延续过来 我们看到的故事 在整个过程中 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抗议 没有任何 只要没有警察就没有任何冲突 只要警察一到场 即刻就有所谓这样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的本身 中间一定掺杂一些人 而这些人却与整个大的背景 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抗争 是相对孤立的 那也恰恰就在这个过程中 反映出来了 所以这是在昨天 9号 10号 11号 那香港人申请在其他 大概三个地方进行游行集会 警察就基本完全都是采取拒绝的态度 拒绝释放不反对通知书 那这是从8月5号大游行之后 延续过来的 而整个这一个星期 夜晚几乎没有停止 就是每到一到晚上 这个警察就出来清场 所有对峙的过程 总是有几千人在现场 几千人乃至于上万人 一直到9号 10号 11号 这个周末呢 抗议的人发起叫这个百万人送鸡 万人送鸡是百万人送鸡 就是到机场去抗议 星期五的晚上去了几千人 到星期六就去了上万人 那与此同时因为在星期六星期日 在整个香港地区呢 出现了就是申请游行 但被警察拒绝 结果呢到一到时间 陆续的人们就去了 现在基本就这种场面 那自然这就 作为警察来讲 他认为我没有 我没有同意你 你就是非法计会了 所以这就变成了相互 完全相互的对立 以至于在昨天 星期日出现了几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女孩子 她的右眼应该是完全被打碎了 最新的报道就是 她的眼骨全都碎了 整个面部全都打塌了 这是用布袋弹 大概讲的意思用布袋弹打的 那整个过程被记者拍下来 相当惨的 那个女孩也就十几岁 现在的基本从医院拿出来资料 是这样的态度 但是同时间 警察在记者会上呢 讲的是说 不一定是布袋弹打的 都是暴徒 是暴徒用钢珠打的 那警察还在抵赖 第二个比较大的 就是警察装成这个抗议的人 穿上黑衣服 但他的口罩是粉红色的 然后呢 他手里拿着棍子 棍子上贴上反光粉 荧光粉 来制造石砖 制造示威者之间的冲突 他们故意袭击示威者 当这样的冲突已出现之后 警察 他们出现在哪 警察出现在哪 这是故意制造的 而这个邓炳强 破天荒的第一次出现在记者会上 他承认了这个事情 他承认有 但他说这是我们平止这个暴动的 就平息暴动的手段 第三个使用过期的这个催泪弹 香港的催泪弹 欧美国家应该是在 有着相应的一种禁止的概念 或者他不够用了 用了过期的 那过期的催泪弹对人直接有伤害 第四个直接进入地铁站 近距离大概只有一米远 用枪 用这个布袋弹跟催泪弹 直接打这个在车站里的人 就像这么扫射一样 那我昨天看到的有一个视频呢 是他用的 我看起来就用的是短枪 警察来着人们在跑 这个警察跑得快 结果人们在从他两侧跑嘛 他就就像点射似的 就这么直接就打这些人 另外的一个警察过来 去劝阻他 很明显的是劝阻他 因为这是像 这就变成了 像非洲打猎一样了 那这不是一个警察的 维护社会之旅 这根本不是 这是就像黑社会这种 行刑的概念是一样的 滥杀的概念是一样的 警察 另外一个警察去劝导他 他不听 还在打 其中 结果一个小伙子跑过去 一看那个身材 他的跑步动作 也就是二十岁左右 一枪打在他后脑上 给这孩子一下就打一根头 还上去就去抓这孩子 结果同时跑着抗议的人 反过来四五个 大概是拿着雨伞就去怼他 一怼他 他就往后倒嘛 结果就把这孩子救走了 看起来是相当凶狠 相当凶狠 所以整个香港的事态在这个周末就出现了根本性 完 就是进一步升级 港澳办的发言人杨光 讲香港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苗头 他不回答记者任何问题 他只是公布的说法 那这个香港的所谓的这个行动组的组长 邓炳强 这是整个指挥是他指挥的 他是曾庆红的马仔 我就没明白本来是让他让退休的警官已经复出了 叫刘成热 结果他怎么还在去主持记者会 这显得就是中共上层 香港府的上层相当混乱 香港政府完全瘫痪 现在是警察治港 这个警察 这是被抓的人 他往他包里头 这周围都是警察吗 往他包里头塞了个竹竿 竹竿就是暴动的暴力的工具 但是警察塞里面的 看见了吗 警察在栽赃塞的过程中非常的直接了当 非常的理直气壮 在香港的星期一的当天下午三点半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 集会 在香港机场里面集会 所有出境航班 登机服务全都取消 已经取消了122个航班 BBC报道时叫百万塞报机场 导致了这个大批航班被取消 很多到机场的人 戴上眼罩 是为那个被打碎了的 眼球的那个女孩子来申冤 香港本身就是在今天就走到了 这个就走到了这一步 而香港警察的做法 基本就是受控于中联办 受控于政法委 应该是受控于北京 而他的升级的做法呢 就跟之前算出来的消息呢 有所不同 之前从北戴河散出来的消息的说法 就是解放军肯定不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肯定不出来 用香港警察 然后呢林郑月娥完全是辞职的状态 甩手大妈 他根本什么都不管了 他就这样了 他基本就这样了 因为他实际也管不了了 而香港政府呢 你没看到政府人员任何出来人表态 而在北京呢 也没见任何人出来 你只能见到 政府的概念 只能见到警察 所以这是香港政府瘫痪 一切以军警的方式出现 来逼爆整个香港 那就逼迫着香港人 你选择这 选择道路 就选择出路 而在我个人的眼睛里面 这就是一个时间流动的过程 我刚才一再跟大家讲过 天灭中共在过去时间里 被很多人是嘲笑的 我们节目中说了很多年 天灭中共什么时候灭啊 石潮啥时候灭啊 你不是说共产党死定了吗 他啥时候死啊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我跟这些人的说法 你是人吗 你知道你今儿死吗 你知道你娘哪天生了你吗 你是生完之后才知道 对不对 在你娘胎的时候 你记得住吗 人的愚笨 现代科学人被叫出来的 他的愚笨 在于自我的否定 而他自我否定的本身 觉着他最牛叉 其实他最傻叉 因为他在糟蹋自己 对吧 在糟蹋自己 有谁知道香港今天走到这一步 而他的时间的转变 非常清楚 两个多月前就跟大家讲过 5月13 6月10号 7月20号 这就是香港走过来的路 整个习近平带着共产党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 走到这个故事中 就像我说 7的定数 很多人又不敢推翻 又觉得这个将信将疑 反正数是走在这儿了 所以一群受过教育 所谓在共产党旷制之下 受过教育的人 是天底下最实在的傻瓜 最奸华的傻瓜 因为他以百分之百的自我的力量 在虐杀着自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